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范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讨论这个四项假设性的思维 那其中呢,第一项第二项我们已经讲完了 现在我们要接着讲第三项 那么这个第三项的假设性思维,我们称为完成性的假设 这个完成性的假设呢,其实是针对是我们的左脑 因为左脑呢,偏向于这个正向的推理,就是正向的思考 意思说,这个左脑呢,他这个从这个第一步 接下去会想到第二步 接下去会想到第三步 接下去想到,等等的,想到最后呢,才想到最后一步 好,那么所以呢,左脑会把重心先放在这个前头 所以呢,左脑呢,比较不容易 这个,直接就想到最尾巴去了 但是呢,我们的右脑可以直接 这是右脑的特性 右脑可以直接就想到尾巴了 就想到尾巴了,OK? 所以呢,我们就来给左脑信任 就是右脑会告诉左脑,当左脑在想这个怎么从S1到S2的时候 那么,这个右脑可以告诉左脑,说S2已经做完了 然后,左脑就跟进 所以,他假设,左脑也学会了 假设,S2已经做完了 所以他就开始继续想这一段哦 想到S3 好,在想S3的时候 右脑又告诉左脑,S3已经做完了 对不对? 所以呢,左脑就继续想 往下想,对不对? 到最后,左脑跟右脑 都已经想到这里了 那这个叫做 叫做全脑并用 那这个,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 那这个,对这个 最终的结果呢 特别的清晰 特别的清晰 那这个如果是最终的目标 是我们的Vision 那这个整个动作 我们称为叫做Visualization 中文叫做观想 叫做观想 观想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未来的情境 感觉呢,好像看得见 一样的,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清晰 那这个我们现在来谈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对这个未来 对这个Vision 能够想得很清楚 那想得很清楚的目的做什么呢? 想得很清楚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落实呢 这个Mapping From Vision From Vision To Reality 我们的目的是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对愿景 会观想 而且呢 全脑都并用了 所以你这个Vision 就特别的清晰 而且你也对这个Vision 特别有信心 因此呢 再从这个很清晰的Vision 再把它对应到这个现实 因此呢 就会产出呢 一个叫实现计划 类似这个孔明的龙中队 类似孔明的龙中队 OK 好 那现在大家知道 这样的整个目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 帮你做个说明 好 那我们再来叫衔接 上一个回合呢 所谈的 上一个回合呢 已经介绍过的 一 这个 反思的这种假设性思维 就是反思呢 Assumption 这个是会 做假定 做假定 现在呢 就是到第三项思维了 第三项思维呢 就是我们要培养 这个全脑并用 然后呢 能够好好的 非常的 实际的 确实的去观想 这个Vision 然后呢 再把观想到的Vision 拿过来 当为基础 再来做Maping的动作 就Maping到这个Reality OK 这就是这个动作咯 好 那么我们就要用文字来做个说明咯 希望你能够对这个关系 很了解 就是我们目的呢 就是要落实 这一个Ma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那要落实它呢 我们第一个动作要做观想 要做观想 好 那要观想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 让我们的左脑跟右脑 能够起头并进 左右脑 那么左右脑要起头并进 我们就需要 左脑呢 有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训练 有这样的训练 对左脑呢 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素养 那么 它就能够 达成那全脑并用 OK 这是刚刚所说的 那会观想之后 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 Ma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就是以愿景为基础 然后呢 把眼睛摆在未来的位置 然后逐渐的 看回到现在 所处的这个环境 也就是Reality咯 也就是Reality咯 OK 好 那我现在用一个图来做表示 OK 好 我们目的是要做实现计划 OK 那要达成这个实现计划 那么手段 这是目的咯 这是我们的Goal咯 然后这是How to咯 这是How to 然后呢 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要对这个Vision 要很清晰 所以我们要 要做这个 要有训练 要有这个 Enhanced这个 这个Visualization的能力 就是 有这样能力之后 可以把Vision弄得很清晰 很清晰 所以相对的 这个是目的 我们要做好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 先有观想 把它观想得很清楚 所以相对上 这两个是How to 这两个是一对的 这两个是一对的 一个目的 一个手段 然后在相对上 你要做观想 要有全脑的 这个思维 那么这个相对上 这又是目的 然后这又是 手段 OK 那是How to How to OK 那么这个 要有这样全脑呢 相对上 我们要培养 用 走脑的这种思维 加上用脑 组合起来 就变成全脑的创新了 那有了全脑创新 就可以有能力 做很好的观想 有很好的观想 就会能够有得到 非常清晰的Vision 就可以做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就可以得出这一个 实现计划咯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 这个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的意义 以及它的做法 那在谈到这个 我先介绍一个 非常有名的 美军的将领 叫做苏利文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 叫Hope is now a measure 意思就是说 这个 机会 希望 并不是一个 可以按照 既有的 一个地图 或者既有的 计划 或者既有的方法 能够去 捕捉到 这个机会 跟希望的 而是呢 要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 然后在实际的状况当中 能够不断的去 改进 推演 去 随机应变 去有计划的 去推进 等等的 那这个计划呢 是要在实际的进行当中 去得出来的 而不是事先有一个方法 然后 去应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拿 得到希望 不是的 而是方法 是走出来的 路是走出来的 不是先有路 再去走 而是呢 走过去 这个成功了 路就出来了 OK 好 那就是 Hope is not a measure OK 就是 不要怀着 不要抱着一个地图 进去 这一个迷雾 很浓的 这一个 丛林 因为 这个地图呢 在这个丛林当中 因为变化太大 所以呢 是没有用的 就是不要抱着一个方法 然后呢 就进到这个未来 进到这个多变的丛林里头 想在那里打掉机会 不可能的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 苏立文将军就说 当我想象 经对 的未来的情况 的时候 自然会从未来的景象 往回看 就是 叫做 从未来呢 往回看 就是 from the vision vision在未来 to reality 就回到现在 就能看清楚 有哪些途径 可以通到未来 哦 这个就是目的咯 他要找出一个连线 这就是 乔布斯一直在讲的 这个连线 连线 OK 就是 找到一个路径 找到一个路径 可以通向未来 所以呢 还记得乔布斯讲了一句话吗 就是 你从现在 眺望未来 你不可能把点点滴滴 串成一条线 你只有在 回顾现在的时候 从未来 回顾过去的时候 你才可以把 点点滴滴 把它串成一条线 所以呢 这个将军也说 你只有从未来的情境 往回看的时候 才能看清楚 这个哪些途径 可以通向未来 可以连成一条线 从明天往回看 看到的途径 跟从现在 往后看 看到的途径 确实呢 大义气气 完全不同 好 所以你 跳换未来 跟从未来 回顾现在 也就是 从现在 跳换未来 跟从未来 回顾现在 所看到的 那个 途径 那个连线 是不一样的 前者所看到的 只能直线式的 直步 小幅的改善的途径 或者呢 能看到的是 一个大五月镜的 最重要的途径 因为 或者呢 是先看到 这个 vision 看到目标 然后呢 这个前者是先看到现在 OK 差别在这里 好 这英文的部分呢 我就 不谈了 OK 跳过去了 所以他在书里头 有一个 一张图 就是书立文将军 的书里头 画的图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这是明天 所以把眼睛 放在未来 然后 从未来呢 看回来 这就是 这个 Mapping from the vision to the reality 因为 从昨天 到今天 很多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 所以呢 很多 reality 就出来了 那么 这个 譬如说 你现在口袋 有多少钱 可以运用 这是现实 嘛 现实 所以呢 你的目标 可能 我都完成的时候 需要1000万 你现在只有10万 那么 没关系 时间 在这一段 你还可以把它补起来 OK 但是 你要知道 怎么补 OK 所以 那一条连线 OK 所以他说 他想象的 用想象的 把自己呢 放在未来 就是身处于未来 然后 以心中之眼 对不对 the mind's eye 用心中的眼 往回看 look back OK 就是 我把自己呢 这个用想象的 我想象自己呢 放在未来 譬如说 在几百年前的哥白尼 他虽然 身体不能 跑到太阳 但是他可以想象 对不对 想象 自己呢 是坐在太阳上 这是叫做ventory position myself on the sun 对不对 在这个太阳上面 对不对 这就是用想象的 但是你真实的 你不能去啊 对不对 那未来 你也不能 真的把它放在未来呀 你只是用想象的 然后呢 用我的 心智的眼睛 把它看回来 OK 这叫做 mapping from vision to the reality 叫look back OK 所以呢 我会从未来的情境往回看 看出来 要看出什么 要看出能通往未来情境的条条道路 不仅在创造愿景而已 还要找出呢 从愿景连到现实的可行之路 一种有意义的路径 有意义的路径 也就是在找到 这个乔布斯所说的 那一条这个连线哦 那一条连线 对不对 从变景到现实的 一种连线 叫做mapping from the vision to the reality OK 那这就是 将军所讲的 也就是乔布斯所讲的咯 OK 好 那我们来谈一下 那么 我们怎么练习呢 这练习其实蛮简单的 我们可以假设想象中的一个情况 假设现在是2018年咯 5年后咯 我们的市场主导了 我们的产品呢 已经主导了某个市场 那这个时候呢 运用你的创造力 想象力 还有任何的潜意识 这个是潜意识 来想到的资源 让你回收每一个步骤 好 譬如说 现在是2013年 那么我们怎么达成去 2018年的目标 所以呢 从2018 我们想达成的目标 然后呢 来推回来 我们2017 要达成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2018 想赚1000万 那么我规划的2017呢 至少要赚500万 对不对 然后再来 我要在2017赚500万 那么我在2013 我现在可能可以赢的 也可以复得都没关系 OK 那这就是 我们的一个 从未来推回来的 这一般有人就讲的 叫做逆向思考 逆向推理 所以呢 它的实践过程很简单 引人日盛充满了乐趣 对不对 那有创意的 长城设计方法 都会带给你这种 价值连城的收获 这个我们等一下 会再继续来帮你做说明哦 所以那 从未来 在这里 那我们 要怎么达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又要怎么达到这里 如何达到这里 如何 然后决定 现在是什么 对不对 那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 刘邦跟项羽 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 鸿文宴 那鸿文宴呢 假设现在 是这一个 假设在这里 是 10月 假设像10月8号 那么 鸿文宴要举行啦 那目前呢 是 是这一个 10月1号 OK 目前假设现在是10月1号 那么 那么 未来10月 这个 啊 11号 然后未来10月8号 要有鸿文宴 那么鸿文宴呢 很可能会有问题 啊 所以呢 啊 我们要张良呢 要想办法让刘邦 可以逃跑 可以逃跑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先想象 在10月8号那一天 啊 刘邦要跑出来咯 跑到哪里 跑到厕所 对不对 啊 先想好 然后跑到厕所 那么 跑到厕所呢 那我们 啊 接下来 那他要 做什么呢 啊 要骑马 啊 逃跑 对不对 就是 这 这游要上厕所呢 跑去这个厕所 然后呢 就 骑着这一个马 就走掉了 啊 就跑掉了 OK 好 那我们就再开始想啦 啊 为了让他 这一天 能够很成功的逃跑 所以呢 我们必须 在这里要 啊 做一个动作 啊 把马呢 把马呢 牵到 牵到 牵到这一个 WC 对不对 要做这个动作 然后把马牵到 WC呢 啊 马要乖乖的 不能乱叫啊 所以呢 啊 这里要把这个 还有推回来 啊 推回来 啊 这个就是在 啊 10月 可能10月的 10月8号的晚上 马 啊 这一个呢 可能在傍晚的时候 啊 傍晚的时候 就把马牵过去啦 然后呢 再来要经过两天 要把马训练好 要训练马 啊 马的 啊 训练 完成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再加这个两天 再往回推两天 对不对 啊 我们要去找到马 这个找到马 以及找到这一个 coach 教练 啊 等等的 然后呢 再往回推 啊 刚好 剩下一天 啊 剩下一天 OK 啊 所以呢 啊 啊 到目前看起来 这样的时间还OK的 所以呢 就开始呢 啊 采取这个行动 OK 那这个就是张良的 啊 高老师 为张良所想出来的 啊 就是 啊 高老师去 去猜测 这个张良的想法 就是这样的一个 从未来 啊 一直推推推推推回来的 才会发现 这是一个 啊 这是一个 时间 啊 啊 马 人力 等等 看起来都是 可实现的 所以就得出一个 可实现的计划 有没有 啊 可实现的计划 好 OK 那我们就 来 再复习一下 苹果的情境 好 那么这个 也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 Mapping from Christian to reality的公司 OK 那这个之前也讲过了 这是在这里 帮你做个 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呢 这个Apple呢 非常重视这个 vision 啊 非常重视这个vision 所以呢 这个它是尽量的 推进 啊 尽量推进 啊 这个vision 啊 尽量 推进vision 啊 然后呢 在这个vision之下 对不对 然后vision呢 再来 这个 制定 大战略 在这个 啊 vision之下呢 就 啊 展开了各项 各项的战术 OK 那这是在说明 这个 以vision为中心 啊 所以它对 这个vision呢 啊 投入的 很深的领悟 啊 对vision的领悟呢 非常的深 啊 非常的深 意思说 这乔布斯呢 啊 这个加威斯呢 在这个visualization 这个动作上 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这个意思 就是说 它在visualization 做得非常的彻底 所以呢 就能够 Mapping from the identity 就能够在 sense sense 环境里头 啊 去 探索别人未到过的 这个小径 然后呢 啊 就一直做Mapping 一直找出这个小径 然后呢 就 啊 蛇形的推进 啊 这样的一个短线 再把它串接成长线 OK 啊 就是 一直找 一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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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非常有弹性的 就是一直做Mapping 一直做Mapping 然后呢 Mapping出来的话 它就一直 啊 啊 一直改变啊 就是 我本来是向东 后来又Mapping一次 又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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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每次Mapping 就会改变 它的小战术 啊 每次Mapping 又会改变它的战术 所以这叫战术短线 所以这叫战术短线 每次的 一个Mapping 就会改变一下 啊 战术 所以这战术的 YY77的 啊 Y77的 叫做蛇形 蛇形战术 然后呢 这个是因为线都很短 线都很短 叫做战术短线 然后串出来一个叫战略长线 OK 啊 它就讲的就是 这个道理 OK 所以呢 这个是它的首席架构师 也一直在强调 啊 因为 这个 啊 整个环境 啊 陷阱很多 啊 陷阱很多 所以呢 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不能按照 啊 既定的计划 去 啊 面对 未来的多变 这叫做计划 赶不上变化 OK 所以呢 啊 就由这个运警 来引导 来引导 啊 那么 这不断的 去改进 就是不断的去做运品 不断的去 啊 变化这个战术 然后呢 就可以 啊 找出更好的机会 所以呢 他就说 他是从点子出发 就从反思跟假设开始 然后呢 就形成一条可行之路 啊 就开始 啊 做运品 做运品 啊 那因为 这一个苹果呢 这个乔布斯 对微寻 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呢 只要不断的 运品 不断的运品 那么就可以 啊 这一个产生呢 战略性的 一个过程 也就是 产出一个 啊 战术 然后连成这个战略 啊 所以这是 啊 一个整个 有创意 有战略性的 一种过程 啊 那这个 在这个相对高度的 愿景之下 用新的经营战术 再连接成为战略 所以战略 不是一个蓝图 不是一个既定的计划 而是一个过程 啊 这是战略性的 过程的意思 好了 那么我们 再谈到 这一个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呢 那么啊 我们目的是要找出 一条可行的之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有趣 在哪里呢 啊 刚刚有讲过 非常的有趣 引人入胜 啊 其实它 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 有意料之外的 一个发现 就是我们 会去 找到 我们自己 原来都不知道的东西 就叫做 No and No 啊 就是 我们 原来不知道的东西 啊 所以呢 我们既有了 这个知识表示 我们知道的东西 所以一般来讲 是左脑 都会偏向 有既有的往外推 有既有的往外推 OK 这是我们的 一般我们的左脑 啊 我们的左脑 OK 然后呢 我们的右脑 就会从这个Vision 啊 出发啦 这是我们的 啊 右脑 啊 这是左脑 啊 左脑 然后呢 这个从Vision呢 往回推 往回推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 发现 我们缺乏的知识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原来的知识在这里 那从这里推下来的时候 发现 少了一段 啊 少了一段 OK 所以我们就会去寻找 这一段的知识 把它补起来 那么如果我们一行既有的知识 往外推 我们不会去找到这一块 啊 那我举一个例子 啊 就是上上个回合所及的 啊 一个两层楼啦 那么现在呢 因为某种因素呢 所以楼梯不见了 所以一群人 啊 在这一个地楼呢 那想上二楼 啊 像上二楼去 然后离开 那么怎么办呢 啊 那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就靠左脑 就 从地楼呢 啊 想去找出来 啊 这个在一楼里头呢 能够找到梯子 够长的 可以啊 上二楼 就是从这个地面 开始往上看 能不能什么东西 接在这个地面上 可以让我爬上去 到二楼的 那么 当右脑去想的时候 就不一样啦 右脑是从二楼先想 结果呢 看到这里有一根绳子 啊 一根绳子 啊 因此呢 我们 从这里 往外 会去找这个 够长的梯子 啊 够长的梯子 这边呢 只要找着 啊 这一个能够抓到绳子的 这种椅子就可以啦 所以呢 啊 这一个 找的知识点不一样 找的知识点不一样 OK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是 未知的 未知的 所以我们叫做 no and no 因此呢 有趣的地方 就在这里 当我们走这一个路线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很多 原来我们没有察觉的 没有发现的 那个新的知识 所以就是 把这个东西补起来之后 我们 这一条连线就通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实现 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以实现 我们的目标 因此呢 这就是一种创新 啊 我们会去寻找 某种东西 把我们的旧的东西 啊 加在一起 来实现这个目标 因此呢 这就叫创造咯 创造就是把旧的 东西跟新的 啊 组合在一起 啊 而且呢 啊 从这里的引导 我们会把我们的精神 全部放在这里 啊 那么 因为这里的部分呢 才是 跟目标是 有直接关联的 另外这个部分呢 是跟目标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把很多精神 放在这里 都是白费的 所以呢 我们就会 让 啊 在投资上 会做更精准的 更有效的投入 OK 啊 就是这种意思 所以呢 这里在说明 这个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呢 非常有创造力 因为 可以找到新的东西 进来做组合 可以达成我们的 叫组合创新咯 啊 组合创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啊 刚刚 已经帮你介绍过了 就是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的一些相关的 啊 一些做法啦 概念啦 现在我们就 来谈这一个 怎么把它 观想的很好 啊 就像乔布斯一样 对远景的 这种认知 啊 非常的深入 就是 观想的 很彻底 那观想呢 就是想远景 比如说 坐飞机 我想飞 啊 所以呢 就去找很多 相关的 这只Anno 可能里头有某些 零件是Anno的 所以 找出来呢 很多相关的组件 把它组合起来 那么 它就会飞 那么如果组合不起来 很可能呢 是扫掉了 另外一个东西 就叫做Anno 那么就去寻找 那个Anno 就是刚刚所讲的 就是NoAnno 就是 把既有的 所有的零件 把它合起来都不会飞 但是我又想飞 啊 所以呢 就会去寻找 另外一个零件 把它配起来 既然就会飞 OK 既然就会飞 所以呢 这就是 从想远景 想得很深入 就会引导 我们去找出 原来没有想到过 没有见过的 这个Part 再把这个Part 组合起来 然后 就会飞走了 OK 所以乔布斯说 我这个 早在 Mac制造出来之前 我已经 这个 产品的样子 已经在我脑筋里头 栩栩如生 这个栩栩如生 其实就是 Visualization 就是观想的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晰 那么就如同 这个我已经看到它了 但是别人都没看到 OK 是这个意思 所以 那 要达成这个 Visualization 对达成那个 非常好的 非常深入的 像乔布斯一样 非常深入的 这个 观想 那么就必须要 左脑 要跟进右脑 叫做全脑的创新思维 那么历史上 要公认 最既有这个全脑创新思维的人 叫做达芬奇 那么他就常常写下来 要彻底的 这个彻彻底底的想清楚 而且要先考虑终点 考虑最终的结果 这个考虑Vision 而且要彻彻底底的 想清楚 这个叫做Visualization 这个修法呢 是跟这一个 乔布斯的做法 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 现在 我们就准备 休息一下 然后 待会继续 感谢观看